陳彥瑟士 華香菜 1957 大家好 十分鐘 沒有 我應該會很快 其實我的題目是 彎彎劈腿跟多元成加 因為我其實已經在我工作的地方 就是古老网写一篇文章 在讲说谁欠弯弯一个道歉 可能有些人应该有看过这个文章 那我的文章主张其实很简单 就是说我不只是反对谴责弯弯 反对媒体追杀弯弯而已 先说大家应该知道弯弯这个事情吧 应该是在台湾不亚于 那个正解杀人的那个媒体的狂热度 好 那为什么支持弯弯呢 我的问题是其实很简单 一言以蔽之 就是说如果婚姻啊 现在的异性恋 单狗的这种婚姻的结构 婚姻的制度 婚姻的文化 婚姻的规范 甚至于婚姻的实践等等 是值得批评怀疑的 如果是值得批评怀疑的 那么我们就应该肯定鼓励 并且支持这些实际上 异出婚姻常轨的人 例如说像弯弯 并且把这些人看成是 潜在的连结跟合作对象 好 文章出来以后呢 当然就可以 其实也可以预期 不管是在苦劳网 还有苦劳网现在 因为跟苹果日报有合作 所以我们的文章 其实是会同步在 苹果日报上面的 还有脸书上 其实不是一件好事情 你知道吗 因为苦劳网其实毕竟 十几年来还是建立了 一群稳定的读者 那我必须说读者 还是相对有品质一点 那你 其实你文章同步到 那个 Facebook也就算了 就是如果出现在 苹果日报的时候 我那一刻晚上 我就注意到 两边的留言 基本上是同步的 就是苹果那边灌过来的 对 所以就是说 也不用意乎 对我来说也不太意外 就是说被满满的批评 声浪灌爆 比如说 祝我老婆被人干 比如说 既然会挺弯弯 老婆因为被人干 那那个 骂我道德沦丧 没有家庭伦理观念等等 这些当然其实也不值得多提 就是一定会出现的 那我就跟我男朋友说 自己去这里面当中挑一个 你看 你看 你看顺眼 对 你看他们 就会 就很有趣 因为我贴在脸上 有些人就 后来就 因为就肉搜我嘛 就发现我的脸书 然后就又跑回来留言说 啊 我发现他是个同性恋者 怎么办 对 他说 他说 怎么办 因为他本来留言说 无限期支持作者 老婆被人干 后来呢 他就留言 他后来又自己留言说 怎么办 但我发现他是同性恋者 真是他老婆被人干 对他根本没辙 哈哈哈哈 这些是成立 哈哈哈哈 这个有 这个有 所以其实很有趣 就是说 这个过程就显示出一种羞辱性言论 他想要用这个话来羞辱人 但是他怎么成立 怎么样可以不成立这样 那 呃 不过这些 这些言论会出来 其实不出我意料 以前我记得像那个红横珠 看人妖秀的时候 然后写过类似的文章 就是挺女人可以看人要求 那个时候 也是大概会有这些批评的意见 好 那如果没有这些批评的话 其实反而奇怪 因为如果没有这些批评的话 弯弯的行为 大概也不会引起这么大的批评声 那对我来说呢 其实身边有一些朋友 其实很意外说 弯弯出轨 尤其你看政杰才刚杀完人 弯弯出轨 居然能激发出这么大的社会恐慌 而且马上就把政杰的新闻盖掉了 但是其实我没有那么意外 为什么 因为这个社会本来就把妇女的真操论不负德看得比人民更重要 所以说在这样社会底下 面对一个妇女不守妇道 它激起的这个社会恐慌 怎么可能会比杀人世界逊色到哪里去 这是很正常的事情 好 那我接下来就是要讲说 也跟我今天要谈的东西有一点有关 就是说 其实让我比较意外的 就是说在这整个事件里面 公共论坛中 我包含像媒体读书也好 或者说就是公共谈论 舆论节目等等的 基本上几乎很少以性别 可能我没有很全面的观察 但是就是我这个抽样子 就是在媒体上越听的感觉 就是几乎没有一个以性别 或者说女性主义观点 出发来支持弯弯的意见 几乎没有出现 它导致呢 即便是持比较开明立场的人 也就是反对谴责弯弯 也禁止于是把这个事件 看成是弯弯的私事 家务事 就是不足为外人道 意思就是说 就算他犯了错 能够谴责他的 只有他的先生 只有他的家人 或者只有去曾经祝福他的殷客 跟你们无关 这是他的私事等等 好 我为了这个事情呢 我就特别去找了两本书 就是 一个是1993年的 1989年的这个 离婚教主诗记心写的 走过婚姻 一个是1993年的 婚姻终结者 谢谢御师 接这两本书的过程 就很有趣 接这两本书的过程 就很有趣 我觉得书架的安排 就反映了这个书 现在在这个言论市场上面的位置 你知道它不是摆在一般的书架 它摆在那个密集书架区 就是台北市立图书馆里面 你要去卷那个 它在那个压缩的书 就会把那个卷开来 它在那里面 这样子 好 很难找这个书 然后呢 你会发现 这种书 你看到走过婚姻 婚姻终结者 它会被摆放在良性关系啊 这个类目里面 所以呢 它是被一堆的书包围的 什么样子的书呢 比如说 怎么样抓住千身的心 如何维持多年婚姻 怎么样生了小孩之后 老公不会外遇 老公不会跑 如何结婚十年 不当黄脸婆 幸福家庭ABC等等 就是我去看这个 走过婚姻 跟婚姻终结者 就会包围在那 众多的这个 两性关系 跟维持亲密关系的书里面 我觉得那个图书馆的安排 就反映了这类意见 在今天的言论市场 也多边缘这样 我自己1988年出生 施基青出 走过婚姻这个书的时候 我一岁 所以这大概不能说 是什么新论书 不觉得这个 当然 不算还前卫的论书 当然不是什么新论书 1987年的书 1989年的书 当时对于外遇的谈论 主要谈的是男人外遇 施基青是婉秦协会 那个时候的会长 那如果把它问题化 就是说 把那个外遇给问题化 潜台词就是 我们怎么避免 我们这些女人 怎么样避免男人外遇 如果因应男人外遇 那这个当然跟 他的施基青作者 他预期的读者 是女人也有相关 他自己作为一个 离婚经验的女人 有离婚经验的女人 好 那我们看看诗基青是怎么论述的 我就现在照着念几段 其实我已经引出来 其实我觉得这些 你知道 因为有人已经写得很好的 就不需要狗尾虚雕哦 好 161 我大概摘出来 我们做太太要感谢那些作妾的 要不是有他们来娱乐我们的老公 我们的男人早就弃职潜逃了 因此从另一个角度来说 外遇是婚姻的救赎 它使婚姻不显得那么单调无聊 给极度弹性疲乏的关系 注入了新的活力 160页 161页 女人啊 别那么自命清高 女人知不搞外遇 跟她有没有道德无关 跟她有没有钞票才有关 自古以来 女人因为不独立 受生率所困 没有办法养活自己 只能依附男人而生 因此婚姻对女人而言 无异于犯票 它是生存的保障 162页 现代婚姻关系中 人是一场权力的角逐 学历差能力差 无法自立的女人 往往是最常被抛弃的 越有能力离婚的女人 婚姻越有保障 163页 道婉晴 她那个时候是 那个婉晴协会的理事长 道婉晴求助的女人 甚少是女强人 大多是女弱人 在婚姻中 只知道做嫌妻两母 以为只要温柔娴熟 就可以保住婚姻 最后仍然背弃 162页 外遇永远无法防止 与其耗费一生的精力 在做防堵工作 不如厚持自己的实力 好好造就自己 一旦你有搞外遇的能力 时才能使对方不生二心 163页 女人啊 你若能心平气和地 问问自己 有朝一日 若你也能像男人一样 有权有势 你会一生只守住 家里那个男人 而不生厌吗 好 90年代的语境底下 是进行看到了 婚姻制度的裂缝 并且支持当时 女人的情欲跟能动 在走过婚姻 就是她更早那本书里面 她的自序里面 她就讲出 她对于勇敢而富 冒险精神的女性而言 展现在我们面前的 是无限的宽广和可能 当时她作为一个 有离婚经验的妇女 她召唤的是自己 同时是召唤了 跟她有同样经验的人 这里召唤的是 当时的女性 她应该要勇敢 而且富冒险精神 并看到无限的宽广和可能 这在当时是召唤 如今似乎部分成立了 女性不再那么弱势 我们看见 有弯弯 她有了钞票 反而成了她的罪状 就是说她赚了大钱 说她贪婪等等 我们看见 有弯弯 她有了钞票 情欲上更与男人 齐头并进 她可以劈腿 可以外遇 她结婚十天内 马上外遇 但是女性主义 或说妇女 并能支持她吗 当我们的这个 对于女性情欲的召唤 实现的时候 到底是你真的 在意这个 就是女性主义 还支持这样的主体 或者说只是 当她不存在 不实现的时候 我们召唤她 而实现了 我们就厌弃她 我们支持更多的弯弯出现 并且支持她们 无限的宽广和可能吗 弯弯事件的公共谈论里面 我目前看到的 所谓以性别角度出发的 或说狭义一点 讲究女性主义者 只有评录 一篇在苹果日报上面的文章 她就很草草的一段话 她说 我的判定标准很简单 如果她曾经高举 一夫一妻的道德观 或者曾以忠贞伯二的爱情 拉抬作为点阅率 像是某些政治人物 以夫妻牵手 下阳奈拉 来看去骗选票 等等 那么她的私人领域就有智慧的余地 意思就是说 因为弯弯不曾经承诺 跟大家说 她是一对一关 其他要忠贞 所以这是她私事 所以回到我前面讲 她还是 基本上她的辩护方法 是认为 这是弯弯的私事 外人不容智慧 苹果日报一篇文章 弯弯的道歉仪式 除了这种稀薄的支持以外 我基本上感觉到一个女性主义历程的集体缺席 换言之 弯弯的存在 反而变成一个不太方便的事实 因为基本上从过去 包含她现在 女性在推这个通奸除罪的话语里面 女性永远都是弱势者 在推动通奸除罪的话语里面 通奸除罪的主要理由也是 老婆会对先生撤告 而先生却不会对小三撤告 老婆通常会对先生撤告 先生不会对小三撤告 老婆不会对小三撤告 所以最后受害的仍然是女人 或者反过来说 先生不会对老婆撤告 因为戴绿帽子面子很重等等的 她永远是这个 女人受害的话语 所以最后她基本上还是两性不平等的问题 我要提醒一件事情 现在多元承扎修法运动的具体内容 所谓三法 三法三案 不是三法一案 三法三案 它实际上就是三法切割除以 实际上进到一读误尾的 就是同性婚姻部分而已 所以它其实就是一个婚权运动 支持同性婚姻越快运动 越快地通过 其实越快地可以生产出 像很多的同性恋的弯弯们 这样子的犯罪位置 现在同性恋在座各位 外遇出轨偷吃还没有罪罢话 一旦套牢进婚姻 大家等着见检察官 之后那个伟贤 大家业务况很多 而且很麻烦的是 它还不涉及两性不平等 所以到时候 还有没有这个通奸除罪的正当性 还蛮讲的 因为没有两性不平等 没有那个男人永远获利 女人受害的这个问题 弯弯遭受围剿 显示的是社会上 对于单偶婚姻制度的巩固 有一些人基本上 就是试着想要为这个东西辩误 说社会大众追杀弯弯 并不是因为支持单偶异性恋制 而是因为台湾社会 对于诚信特别的在意 意思就是说 你可以搞多批杂交 你可以多元成交 你可以多元伴侣 没有关系 但是呢 你就不要去带那个婚戒 你不要做那个承诺 因为承诺是非常重要的 所以大众并不是在意 单偶的终身 而是基于签订某个协议 或做出某个承诺后 就必须信守这样的信念 两岸佛貌已经签订了 惨 好 假使这个解释是真的的话 那么今天这个 无论这个协议 是不是涉及单偶制的 婚姻家庭观念 大众应该要毫无差别的 对于不同的诚信问题 做出同等反应 例如说 某A跟某B婚前承诺 好 他 结婚后要跟家人同居 婚后反悔 我们两个要独居就好了 好 这样子违反协议 或者是说 某A承诺跟某B 地结伴侣关系 会要互担打扫工作 实际上地结伴侣公诉 伴侣关系之后 从来没有履行 好 或者我们再想象一个 反事实的假设 威尔史密斯的那个新闻 最近很多人贴嘛 他跟他老婆 解答 评侃 承诺开放式婚姻16年 我们假使其中一人反悔 决定不再开放 要求一对一关系 社会大众会不会极其谴责 说他不守诚信 违反道德的贱人 诅咒他 老公跟老婆一辈子 只能自己干 这些违反事实的假设 其实可以帮助我们理解 为什么把社会对弯弯的追杀 解释成是对诚信的坚持 其实是一种谬误 这种提法没有办法解释社会事实 而只是自我感觉良好 为自己的道德上的从众 建立一个比较合理的理由 意思就是说 我还是跟着一起谴责弯弯 但是呢 我不是巩固婚姻体制 我只是在意诚信而已 而诚信是现代人 起码的道德要求 所以其实我大概 都可以做个结论 就是说对我来说 为什么提 从诗基辛开始讲 然后讲到弯弯 因为对我来讲 我觉得1993年 诗基辛自称说 他是第二代的复病 他很幸运活在这个时代 就是他在《婚姻终结者序》里面写的 他说在他之前 从事妇女运动 也就是台湾第一代复病 党外运动 不是脑袋搬家 就是被打入黑牢 而现在 就是他第二代复病 顶多累死 但他相信下一个世纪 也就是2000年后 下一个世纪来临后 我们的主张 会被更多人认同 1993年写的 下一个世纪 现在已经过了14年了 或许很遗憾的是 如果我们看到 这一世纪以来的 妇女运动 甚至是同志运动 对于婚权家庭的转向 追求转向婚姻跟家庭 或许累死是真的 但是当年的主张 会不会更多人认同 恐怕不尽然 反而走了回头路 好 那今天幸福 会不管三会 其实我的结论就是说 如果感觉到妇女运动 已经走向一个死胡同的话 我们大概需要性选运动 带领我们在未来的 这一个世纪继续挺进 好 大家加油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